世界杯半决赛第三场是幸村和手种的弹打比赛 一上来幸村就以碾压之势拿下了第一局 他完美地控制了比赛节奏 针对对手弱点做出了极为有效的攻击 陆江说道 看来你们的左里手对侧很正确吗 德川说着 他和鬼叔伸出了拳头 德川轻轻点了点拳头予以回应 同时也跟两人碰拳之意 在他们看来 这场比赛幸村一直十拿九稳 除了德川的左手训练之外 阿钱还送上了一份大礼 比赛前 他拿来了好几袋子资料 里面是用整整三年时间 收集的手种个人资料 这都是他的心血 是无价值宝 但在数据栏看来 数据只有在被使用时才有价值 赛场中 幸村回想起那二十七本资料 心头不禁又是一暖 德国队这边也开始了讨论起对手 伯格表示 曾经幸村将自己封闭在黑暗中 但现在却一早往日迷茫 如同变了一个人 比赛中 两人已经开始了第二局 手种在发球之后立刻扣机 试图用进攻压制对手 以此占据主动 食量幸村却没有选择防守 一记潇洒的单反 瞄准的依旧是手种的反方向 零比十五 手种在自己的发球局先丢一分 队友们欢呼雀跃 阿浅则推了推眼镜 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兴奋 事实已经证明 他三年来整理的数据派上了用场 接下来的一球 双方都开始激烈对了 大伙很奇怪 手种为啥不用手种领域呢 不二解释道 不是不用 而是用不了 没错 手种领域被攻略了 赛前 继部将封锁手种领域的诀窍 告诉了幸村 就是在他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实施反方向回转 此刻 幸村又一次切换到了左手 他通过左右手持盘 打出不同的旋转球 从而令对手无法做出预测 看起来很容易 做到却很难 因为手种可不会放过 非不利手的反击机会 幸村为了不让身体的协调失衡 每天都在持续做着康复训练 不光是右手 就连左手也会经常练习 苏继在不知不觉中 练就了新的武器 那就是打出左右 毫无偏差的精准球 甚景之境 伴随着扣杀得分 幸村破发成功 首居以2比0领先 大爷已经笑裂了 白石推测 这一回或许真的能赢 情势严谨的真田 却没有被顺风迷惑 他大声提醒着兄弟 手种的强悍之处 就在于拥有一颗 从不动摇的心 绝对不会露出慌乱和软弱 众人的表现 令平等院嘖嘖称奇 看来初中生们 手种浑身散发着光芒 和之前鬼叔 与QP的状态一模一样 没错 他使用出了天衣无缝 也就在这时 曾用天衣无缝 击败过幸村的龙马 突然说道 喂 你有在享受网球的乐趣吗 幸村战役盎然的低声说着 来吧小子 来吧手种过光 看着赛场中耀眼的少年 众人感慨万千 伯格对着QP说道 金池之光 在日本 好像被叫做天衣无缝 齐格弗里德则认为 幸村必败无疑 因为没有开启天衣无缝的人 基本上 就是被秒杀的命 小海带浑身都在颤抖 此刻他无比激动 一想到那晚 散着同样光芒的龙马 他不明白 这年头 好像是个人 都能练成天衣无缝啊 可为啥自己就是不行呢 他注意到幸村 正在用球拍 指着自己 赤野 即使练不成天衣无缝 也不是放弃打网球的理由 你要自己去证明自己 这是我作为 厉害大网球部部长的 最后建议 所以直到打完最后一球为止 你都要将一切 深深地烙印在自己的眼中